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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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来到智库通设计家这个环节 我们今次带大家去到 深井浪翠园的一个单位 一进来 已经觉得是一个轻式奢华的感觉 究竟户主是想整间屋 加入什么元素 以及他们有什么设计的要求 就要问问我身边的设计师James Hello James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叫James 是Arts Action Design Limited的设计总监 我入行15年 先问问你 这个单位整个的尺寸 或者它的间隔又是怎样的 这个单位是690尺 整间屋里面有三个人住 包括户主的两夫妻 和一个儿子 7岁 他们有没有事先跟你说过 整间屋里有什么设计要求 希望加入什么元素 基本上他们就比较简单 他们想要一些简约时尚 看起来会有少少轻奢滑的感觉 那我们看整个设计的时候 就由一入门口开始看起来 我看到门口的位置都加入了少少的 可能收纳空间 而且还可以修饰到转锅位的缺点 是的 这间屋的厨房本身门口对正走廊位 但会形成三尖八角的情况出现 令到厨房和大门口位会比较暗 我们现在改积 就会将厨房位收直 和大门的走廊位拉平 然后做一个调子式的门 当是一个长身去做这个衬托 除了调子式的长身的门 可以令到整间屋的设计感多了之外 亦都可以带领别人入到厨房的位置 我看到厨房位置都是观似你刚刚所说的 一种清晰奢滑的感觉 里面的设计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屋主对厨房的要求就比较高 他储物量需要比较多一点 原本这个原积的厨房是L字形的厨柜 我们现在和他改成一个J字形的设计 令到厨房的空间更加加大 而一边右手边的位置会比较厚 左手边就会有收薄 令到空间感提高和收纳量也提高 除了收纳量之外 我看到整个感觉都是很流行 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 例如有些什么呢 本身厨房位置刚刚所提到的三尖八角位置 设计完之后一打开大门 便会做一个圆关鞋柜 修正三尖八角位置 圆关鞋柜 上下都是拿来储物 然后做一个桌面 中间做一个桌面的空间 放下信和鎖匙 而这个地方我们特意做一些灯光效果 令到他加强这个单位里面不足的地方 就是大门和圆关是暗的地方 这个设计最难的地方 本身的圆积缺陷 就是圆关位会比较暗 和三尖八角 现在就修正厨房的烫门位置 圆关位置 令到彩光度高一点 和实用性高一点 好 我们就看完圆关和厨房的设计 就来到这个饭厅的位置 我看到饭厅的位置 都贯彻你所说的 要有实用性 又要有设计感 整个设计的概念 或者整个规划 你又怎样去做的呢 因为这间屋 饭厅和客厅 因为比较窄一点 所以我们都建议 用一张比较小一点的开合餐桌 这张开合餐桌 会做一个叫做 白色的云石面 平时不用的话 就可以归在一边 而真的有人想来聚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在中间 而拉墙 还有饭厅的位置 旁边都有一面窗 我看到这面窗 其实在整体感觉 其实都不太良好 你又怎样去修饰呢 因为本身这面窗 看出去就是一个漂亮的景观 但是客户主又想保留 一个叫对流风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 做一个叫做白叶的窗 令到它平时不用的时候 就会卷下来 如果真的想要有对流风 就拉开它 除了一些实用性的条件之外 我看到在不同的灯色配件 或者一些可能配色上面 你都加了很多功夫 例如餐桌上高 就是一张很漂亮的灯色 是的 这盏灯 就会配合餐桌的形状 和尺寸来做一个衬托 因为它本身楼底不是非常高 我们选择这盏灯的时候 高度和尺寸都不能太大 適当高度 令到灯的效果更加美观 好 我们现在就看完灯厅这边 不如一起过去客厅那边 看看整个设计 你又放了些什么心思 好 我和James 现在就来到客厅的位置 James 我看到客厅和灯厅中间 你加入了一张吧桌的设计 是否为了分隔客厅厅两边的位置 也是 本身因为这个厅厅的缺点 比较窄 并不是太长的关系 但因为吃饭 看电视是看不到的 所以户主会有一个需求 我想在用餐的时候 看电视 我们会和他做了一张吧桌 平时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吃饭 可以利用巴桌的用餐 然后看电视 我经常说每一个空间的功能 都十分之重要 例如饭厅用来吃饭 可能一家人共进晚餐 共享一个很温馨 天伦之乐的感觉 但如果你想休息一下 平静一下的话 就可以去巴桌那边 可能没有空间和朋友 聊聊聊天 也不错 我看到这个巴桌的用餐区 他的隔壁也加入了一些收纳的位置 是为了给户主摆放日常生活用品 还是摆放他们平时会吃的食物 是的 两用都有 因为本身这家屋 储物空间都比较小 所以我们物顿遗用 凡是有能够收纳到空间 能够收纳到物品的地方 我们都用来做櫃 那来到这个客厅的位置 当然要看一看一面电视场 因为我看到整面电视场 你都做了一个特色场的设计 加入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这幅特色场 我们利用了一个 意大利的云石专民场的物料 去做背景 而这种物料 我们选择过 就像一个水墨画 会有少少化了的感觉 令到整间屋 会加添微轻轻画的感觉 那这个意境也很重要 因为你始终都是常常生活 看到一些漂亮的物料 心情都会更开心 我见到一些比较实用的 可能收纳空间 例如是一些电视柜 或者隔壁的储物柜 你都加入了一些花线元素 本身因为想要带出一些轻轻画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柜的柜桶面 柜桶面 都有些小小的花线做一个寻陀 而面板 我们会用到一种物料 就是云石的胶板 去做一个 令到寻陀得来比较高级些 不说到高级感 当然要锁到你们的长布设计 因为这个长布设计 令人感觉好像去了酒店 或者高级的地方 你们在简算一些长布或颜色的时候 有什么要点要留意 因为我们不想做到太硬朗的高级感 长布本身有带一些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在某些部分 这只长布的物料 会比较一些质感比较强 而带一些看上去会比较舒服 摸上去比较有质感 整家屋会有云石的尊厂 和长布配搭 令它比较中和奢华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单位的设计 连贯性做得十分之好 因为那种长布的材料 是可以带到到家的每一个地方里面 你会看到整个设计的质感都很重 可以带出整个艺术味道 但是用一些比较不浅色的颜色 会不会令整个压壁感更大了 因为我看到你反而在天花的设计里面 加入了一些渗光的效果 是否为了减轻整个单位的压壁感 和增强这里的空间感 你都说得对 因为这里楼底不是太高的关系 我们灯光设计方面都想过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米色的光去调节 再加少一些灯槽 令到它有局部深光的效果 令到整个屋子会比较温暖 而你看到我们有些电视柜的底部 甚至有些墙增都会有些滲光的效果 令到整个屋子的局部的镜光设计会做得更好 那我们看完这些镜光效果 再看看地板设计 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是否想走回一种简约的味道 究竟在选择地板时 怎样才能贯涉这种奢华的感觉 又可以带出它的简约味道 因为很多人都会用一些 可能是雲石砖做一个地板设计 但我们不想用太多这些物料的东西 想像你说的会中和回休闲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木纹砖的设计 令到它和这间屋的云石砖纹成一个部比 而且我看到这里的窗台都比较深 整个规划又是如何安排空间用途 而且我看到外面的景都很漂亮 你怎样将整个景观可以引入到家里面 因为这个单位的幅度都比较窄 是两座位梳法 但因为可能未必较错的关系 所以我们建议客人 尝试我们整个窗台 在这个位置可以多坐一至两个人去看电视 或者欣赏出现的景色 本身这个窗台都是用了一些白蚊石去设计 再加上一些长布 有些轻沙的窗帘去配搭 令它比较看起来舒服一点 上一节的设计家就带大家看过浪翠源这个单位 他的客饭厅设计 见到设计师都十分贴心 改变了圆关和厨房的入门位置 修饰原装的不足地方 而设计上都贯设了轻式奢华风格 在电视场加入了意大利云石专门场 带出整体的设计意境 亦用了米色灯槽 再配合局部渗光的元素 营造家居温馨感觉 这节就带大家深入房间 了解一下当中的设计要点 Hello 大家好 回到智库通设计家这个环节 我和James现在就来到儿子房了 James 儿子有多大呢 儿子七岁 他对于自己的房间 有没有需要什么元素加入来 或者对于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整间房间的规划应该如何去做呢 儿子想要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 去睡觉 而且要求一张大的书台 还有储物量都需要相当足够的衣柜 和书柜 这个空间始终都有限 又要摆床 又要摆书桌 你都知道儿子 可能以后上学的时候 又要摆书 摆文具 或者摆自己的三副鞋物 都需要很多的空间 或者很多的收纳量 你究竟是如何安排 每一件傢俱的摆位呢 嗯 因为他这间房子 都是比较四方形的 本身都比较窄的 如果要安排到这四五样东西的话 我们首先要解决床 睡觉的地方 我们就会和他做一个角仔 而这个角仔 我们会升高那张床 就会连接着天花板 安全性我们都会在里面 做一些钢筋 令到它稳固程度比较高一点 我自己个人理想的家 就是比较简洁一点 那么就 储物的地方 就尽量收到一些 结果的地方 嗯 那这里始终也是 小朋友的房间 那又可以在这个设计里面 增添一些可能 同趣的感觉 或者换味性 令到整件事有趣一点呢 嗯 我们在角仔的床栏 那里呢 我们会做一些 几何图形的 因为他很想要自己一个 很独立和私隐度高的空间 所以这个款式 会令到他 就会有 好像置身于一个 自己的私隐空间的 里面 嗯 但是呢 都要贯彻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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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 这些房间那里呢 就做了一些 叫做 叫做 轻不勾式的图案 令到他的房间 和外面的厅的格局 形成为一体 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应该都会明白 可能小朋友房的空间 好像多多都不够用 那样 因为呢 又要摆床 又要摆书 又要摆他们自己的杂物 可能还要摆一大箱玩具 那这个设计呢 你会见到 他的小朋友房就向高发展 那床就升高了 下面就有更加多的空间用了 刚刚就和大家看过儿子的房子了 那James啊 这间小房又有什么用途呢 这间就是一间客房 平时就没人睡的 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公公爷爷 甚至乎儿子的同学 都可以在这里睡的 所以我的设计方面 都会比较简约一点 那对于这间客房 我见到都安排了 不同的架子在这里 有床 亦都有一些收纳空间在这里 那整个规划又是怎么去做的呢 因为这间客房 我们就会和他用了一张单人床 还有都要一些衣柜去做留这间房 因为这两个东西做了 这间房就会比较逼劫 所以我们就会偷空床边的位置 衣柜向上逐 令到他压迫没有那么重 加一些灯光效果 令整间房更好 我见到这间房整体的色调 和其他地方有少少不同 因为可能全屋很多地方都加入了长布 但这里就有其他颜色下去 因为这间房子不想太重装修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和他用一座灰蓝色的长枕 去做一个油漆 再加一些灯光效果 会令到它更漂亮 那我们现在就看完整个客房的设计 那不如往过去客户看看吧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客户的设计又是怎样的呢 客户会以一个浅灰色的石纹去做衬托 而因为之前提及过的厨房 就放不了洗衣机 所以我们将洗衣机放入客户 而做了一个L型的气缸 而都会和他做了一个镜柜 增加他的收纳空间 我觉得全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浴室 因为上班和下班 回来洗澡的时候可以整个人比较放鬆 刚刚就带大家看过两间小房的设计 那现在就来个主人房 James啊 那我想问一下你 那两位户主有没有说整间主人房 要加入些什么 或者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呢 因为户主就杂物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间房我就会和他设计 一个升高地台储物的空间 让他放的储物量比较多一点 还有会做到一个入场的大衣柜 令到挂衣的比例 这个房间比较多一点 今次的设计里面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主人房里面的升高地台 可以令到屋主就杂物量是多了很多的 你都提到 那刘主就希望整间屋可能就除了要多些收纳量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这里可能空间就不太大 都想增加到整间房的空间感 那你又去哪些位置里面着手 可以令整间房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大 嗯 因为本身它放了一张clean size的床肉 而剩下的空间就鎖完到的 再加上衣柜 中间的条路还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也是用上升高衣柜这个设计 令到床隔离的位置空间层空间 而物料方面我都选用了 这个镜子让它反射的程度比较高一点 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一个好的地台设计 除了可以增加到整间房的收纳量之外 还可以营造一个舒适的感觉 就像这间屋的主人房一样 你一进去已经感觉到有一种 很日系和风的感觉 因为它的地台是用了浅木式来做 所以整个感觉或者整个气氛都很好 而这间房的长身 我看到也是用了一些不同颜色的油油 为什么反而不是用了客饭厅 我们经常看到的长布设计呢 因为这间房的视觉效果比较低 所以我就用淡色的灰色 看起来会比较光亮一点 那想光亮一点呢 当然要在灯光效果里面着手 我看到不同地方都加入了一些渗光元素 对啊 这间房里面我就会有一些局部的灯光 例如床头 旁边就会有个书架 这个书架都会有些深光的效果 甚至乎衣柜底也有一些深光局部去开 会比较柔和一点 那我一进来这间房 已经觉得整间房的彩光十分之好 因为有一面很大的窗 但是可能对于两户主来说 可能太光或者太小 对于它们的睡眠质素都未必是那么好 那设计上你有怎样去帮助它们呢 嗯 窗帘方面我会用到遮光布 它会令到光线较难一点透入那间房屋里面 而颜色方面都是用淡色一点 因为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接着就进入吐槽看看 那整个吐槽的设计 又是怎样贯设那种轻色车滑味道的呢 嗯 因为吐槽也是比较正光型的 那我就会用了一个L型的灰玻璃 加一些不瘦钢的黑钢物料去做 襯塘这样的 而镜柜那里我都会用了一些黄色的灯光 让它比较浪漫一点 一个好的室内设计呢 除了要控制好个傢俬摆位 或者一些不同的材料使用之外 一些细节位或者细节位 都要做得很好才行的 一定不可以抹股 因为你会见到整个设计感 就是在一些细节位里面散发出来 如果你都想家里有气氛的话 可能不妨在那些家居配件 或者灯色里面着手一下 那就可以提升整个生活品味了 对于一些可能家庭观众来说 看完你这个设计 都可能会觉得心动动 觉得这个设计很美 或者想加入不同的元素 在自己家里面 如果他们真的很想在家里面 营造一种轻车感觉 或者又要有一些简约味道的感觉 又可以怎样去做呢 有些什么要点 你可以提升一下他们 最重要其实 想有些轻车滑的感觉 就可能有一些石纹 石材和一些钢的修边 会令到那家屋的效果 会比较高级一点 那James 我们今天就看完全家屋的设计 那就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全家屋的设计 但是装修连在家屋的费用 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大概75万左右 那今天就麻烦你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各位观众都喜欢这个设计的话 就可以考虑一下James的意见 今集的设计家 就带大家参观过 深井浪翠园这个三房间隔的单位 看到整体设计可以有效 带出轻式奢华风格之外 同时都为这个单位 增加了大量的收纳空间 设计师James 都为我们讲解了很多设计上 要留意的地方 以及设计的风格特色 如果各位家庭观众 都想帮自己的家屋扮演漂亮的话 除了可以考虑一下 James刚刚提到的要点之外 当然就要留意逢星期五 播出的至普通设计家环节 如果您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还有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page 记得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留意到我们最新的资讯